大家好,我是東京走球的鮑勃 東京真的很好玩 在市區內玩個幾天不是問題 但行程的其中一天會不會想換個心情 離開這個大城市去看無敵海景 到Outlet寫拼 爬個小山 拜訪古城 參觀國寶 或是看看其他地方的美食呢? 本期影片鮑勃就來介紹從東京出發 約一兩個小時內 就可以方便到達的一日遊景點 那我們看下去吧 竹立花卉公園在紫棠花開放的時候 聚集了世界各地慕名而來的旅客 將近千年的古蹟宗阿寺 日本最寡的學校竹立學校 在織機神社看看彩色的鳥居 求個良緣後 直接在神社吃超友日本味的蕎麥麵店 讓你買到手軟的Outlet 日本第一的餃子城市與都宮 這些立木的景點都可以在一天完成喔 我們第一站來到竹立戰 一早先來體會竹立的歷史吧 竹立市位於立木縣 人口大概16萬人 是日本活躍於平安時代到士丁時代 軍事貴族竹立市的發祥地 竹立幕府也是日本史上的第二個幕府政權 也因為如此 整個城市也深受到竹立家族的影響 大部分的大景點都不在車站附近走路可到的範圍 我們就帶大家在這裡走走吧 我們先前往竹立學校 竹立學校可以說是日本最果爾的學校 創建的時間大概是士丁時代的中期 也就是15世紀左右 關東管理上山現實上任之後 開始整修學校、全聖書籍、招聘校長等等 這裡在16世紀初期 學生人數達到3000人左右 西班牙籍天主教傳教士方濟沙烏略 也向海外介紹這是日本最大的大學 而境內也有很多珍貴的文化財 比方說聽錄校舍時可以看到 1668年建立的學校門 同一年1668年建立的孔廟 重建過的方丈跟書院 讓人體驗士丁和江戶時代的學生 是在怎麼樣的環境讀書學習的 由於這裡的歷史意義十分重要 竹立學校也被列為日本遺產 竟是日本教育遺產群的一部分 離開學校走個五分鐘左右 我們來到了宗阿寺 這裡真而讓歷史迷鮑勃打開延界 宗阿寺為竹立宗家二代當主 竹立義堅於1196年在宅地內建立持佛堂 然後第三代竹立義士 在此建立了各種不同的建築物 這裡可以說是祈求足利一家 繁榮以及幸福的寺廟 十分具有歷史價值 寺廟的文化才非常多 比方說西元1299年建立 採用當時中國寺廟最新建築技術的本堂 在這裡屹立不搖地佔了700多年 800多年歷史的鐘樓 以及四五百年以上的建築 也讓這裡被指定為國家的歷史古蹟 往下走十分鐘左右 我們來到竹立之姬神社 這裡是竹立祈求姻緣 以及振興產業的知名神社 珠紅色的宮殿跟後方的綠樹 互相稱印非常美 大家也可以遠眺竹立室 以及整個關東平原的景色 另一個特色是七種不同顏色的鳥居 每一種顏色都可以讓你實現不同類型的願望 在離開這裡之前 寶寶推薦一家神社內的蕎麥麵 蕎幽安 在Google和塔貝德哥都有不錯的分數 週末的時候可能會有點人潮 要注意一下 蕎麥的種類非常多 不同的季節也都有不同的口味 麵是用江戶前的製作方式 吃起來非常的滑順 還可以點一些小菜配蕎麥麵吃 店的內觀也非常懷舊 搭配室外的樹葉跟景色 讓食物吃起來更香 吃完中才讓我們往下搭一站 來到今天的大重點 祖立花卉公園 從車站下車就可以直接看到公園了 這裡每年最有名的時刻 就是四月中到五月中的藤枝花霧魚 很多人會從白天一路待到晚上 看這裡的打光秀 如果行程不趕的話 大家也可以這樣玩 但如果想多舔一點行程的話 我們就在這裡大概兩個小時左右 就是下一個行程 祖立花卉公園 共有350柱左右的藤花 我們先前往園區最知名的大藤棚 樹齡超過160年 在1000平方米的區域生長著 我們來的時候剛好是5月初 是大藤棚的藤花準備結束的時候 但這個公園的不同顏色的藤花 為了不同的時間開花 雖然時間剛好是白藤滿開的時候 我們就穿過80公尺長的白藤隧道吧 除了藤花外 春天也是百花齊放 如詩如畫 對了 大家別忘記在這裡吃一個紫藤花霜情打卡一下 現在時間大概下午兩點左右 我們坐電車加上公車 大概30分鐘來到有180家電的 左野Premium Outlet 這個區域設計充滿了美國東岸的風情 非常的舒適 國際知名品牌日本品牌不升美局 看完包不會是滿了沙紅燕 喜歡逛街的人可以把這裡當成今天最後一個行程 在這裡吃個晚餐後回東京 想要繼續體驗立幕的人 大概在這邊逛了兩個小時左右 我們就前往最後一個行程 從Outlet搭巴士轉電車 我們大概一個半小時來到宇都宮 雖然不是很近 但也有宇都宮的大車站 從這裡搭新幹線回到東京 大概只需要50分鐘 交通非常的方便 那晚餐來吃吃看這裡的餃子吧 宇都宮拒售有200家餃子店 雖然國貼或餃子在台灣算是常見的食物 但日本的餃子其實味道跟形狀跟台灣都不太一樣 Bobo覺得可以當成一種文化的體驗 吃完之後也可以跟朋友介紹 日本的餃子的心得也是蠻有趣的 車站旁大排長的健太 使用了許多日本國產的食材 以及叫薄的皮 所做出來的餃子 非常的多汁 大家可以試試看他們不同口味的餃子喔 製作300年味噌的老婆清源 他們旗下的味噌蔥餃子 我相信應該很難在台灣看到這麼奇特的口味 說實在話意外的美味 難怪這家店也得了兩次塔北拉股餃子版名店的稱號 以上就是東京附近適合一日遊的行程 希望看完這部片 可以讓你來東京自由行的行程更豐富多元 如果喜歡這種類型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挖寶 及加入會員讓我們更多的經費拍攝更多優質的影片 如果想多多了解包補跟委員的話 也可以like跟follow我們的Facebook粉絲團 以及Instagram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